美国抢劫TikTok法案高票通过 中国绝不能允许字节孤军奋战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2024年3月13日 美国当地时间上午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到来了 美国通过立法公开抢劫 中国海外优质资产TikTok的法案 在众议院获得了高票通过 其中共和党197票赞成 对15票反对 民主党155票赞成 对50票反对 总共352票赞成 65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 获得了通过 充分说明抢劫中国海外优质资产 这件事已经成为了两党共识 不要对美国抱有任何幻想了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们可以针对美国的海外资产 大作文章了 这个里边呢 一会儿讲 这个机会 中国政府绝不能错过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就看你怎么出牌了 回到美国这边 反中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 社会你加哥 整的这个大活 看样子要成功了 但是对于美国的噩梦 可能才刚刚开始 原因是什么 原因首先一个是 美国的海外优质资产比中国多 而且这个法案 等于说打开了潘朵拉摩盒 等于告诉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外资企业 是可以通过被合法抢劫的 这个不仅是破坏了美国的营商环境 这是破坏了全球的营商环境 这于1930年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斯莫特获利 关税法案一样具有里程碑跨时代的意义 可以被视为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 土崩瓦解的开始 也就是说我们所知道 并且正在享受的全球化红利 从今天开始正式走向结束了 虽然这个法案还需要参议院的通过 总统签字生效 以及后续一切法律的程序 最终可能要闹到美国的最高法院那里去 但是今天美国众议院的行为 特别是他的高票通过 可以论证美国不想要霸权了 美国主导的世界不再能够给美国带来好处 所以在余威尚在的情况下 能抢多少他就抢多少 美国开始通过合法的方式进行耍流氓了 我们要看清这一点 有人说美国这个法案仅仅针对中国呀 美国会区别对待其他的国家 那中国反击 那只能反击美国 没有其他国家的支持 关键点就是这个呀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呀 这不就是当年的帝国特惠制吗 这不就是当年英国针对美国玩剩下的东西吗 但是这个法案从名字上可不是仅仅针对中国 而是为了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程序的侵害的法案 我告诉大家这个等于什么 这个所谓的外国对手 你又如何定义呢 今天可以是中国 没事 明天可以是任何国家 你为什么去相信美国呢 他仅仅针对中国 他可以针对任何人啊 今天针对的是中国 中国是超级大国 如果可以这么相对容易的针对中国 那么美国针对其他的国家不易如反掌 像玩一样吗 以后谁还放心与美国合作 对美国投资呢 这难道不是个问题吗 这个等于说 美国不要全球秩序了 当年自己通过胁迫加利用全世界形成的 所谓的美国霸权 所谓的国际秩序 今天美国自己给放弃了 这个东西说实话 给了中国极大的机会 就看中国怎么把握了 这个法案的内容非常的简单 他就是要求字节跳动 剥离对旗下短视频应用程序的控制权 否则TikTok就会在美国遭到封禁 美国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 今天说的非常清晰 我们就是为了终结中国对TikTok的控制权 仅此而已 这公开抢劫 现在变成合理的东西了 变成合理的保护美国人民的东西了 这非常非常的恶心 但是同时又发现了一点 美国人你太看得起自己了 不就是在美国遭到封禁吗 有啥的 全球除了美国还不能活了 全球有多少亿人 80亿人 除了美国这三点几亿 还有70多亿人呢 除了西方世界 这个黄金10亿人 还有70亿人 难道他们就不是人吗 他们也想过好日子 他们也会 他们也想过好日子 他们也想享受更优质的短视频吗 如果是我 我会直接退出 但是在离开之前 把美国社会掀一个底朝天 以至于让美国自己打自己 当然了 我不是字节跳动 字节跳动会怎么办呢 我们看看字节跳动 发布了回应声明 首先他说立法的过程是秘密进行的 因为它是一项禁令 这点说的没错 从推出到表决 没有公开听证 没有法律质询 不到48个小时就通过了 严重破坏了美国的程序正义 可见为了与中国对抗 美国可以放弃自己所谓的民主价值观 其实吧 这个东西呢 怎么看 他这个东西说的在理 但是美国现在已经彻底的放飞自我 彻底的开始耍流氓了 你说这个话没有什么用 另外字节跳动的声明当中还说 我们希望参议院能够考虑 事实 听取选民的意见 并认识该法案对经济 对七百万家小企业 以及1.7亿美国用户的影响 这个回应怎么看 大野猫认为若爆了 没有办法才这么回应 什么叫考虑事实 你让参议院考虑事实吗 参议院认为 抢劫中国的海外优质资产 并且起到杀鸡警猴的效果 这才是美国想要的 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 抢劫中国的东西 抢劫我最大的竞争对手 难道不对吗 如果我是美国 我就这么做 怎么着了 你能把我怎么递 你跳脚 你起哄 你闹 你耍 没有用 知道吗 我是美国 全球的霸权是我的 我是上帝拣选的 懂吗 知道上帝是谁吗 你明白不明白 美国是优先的 美国是例外的 我想立法抢劫谁的 我必须要抢到 这就是美国 怎么着了 还考虑事实 事实是什么 事实 我想灭掉中国 分裂中国 中国人没有活的资格 这就是事实 你懂吗 还考虑事实 还有听取选民的意见 如果真正听取选民的意见 美国今天就不这样了 咱这么说 苏联解体后的三十年 美国从全球化 赚到了很多钱 但是看到了什么 肥了资本家 普通的老百姓呢 他实现有效分配了吗 如果他听取了选民的意见 他会实现有效分配 美国不至于今天这样啊 我们看到了什么问题 苏联解体后的三十年 不是资本主义战胜 苏联计划经济的三十年 而是西方自由式民主 失败的三十年 他们治理上的失败 已经达到了顶点 这套制度 在美国也好 在第三世界也好 在全球各地也好 没有让普通人得到发展 这个是基本的事实 为了与中国对抗 现在这个 他们已经放弃了 还去听取选民的意见吗 所以这个回应若爆了 TikTok会如何应对呢 字节跳动会如何应对呢 我个人分析会走法律程序 但是字节怎么做是字节的事 中国政府怎么做是中国政府的事 这一点我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建议 就是中国政府不能让字节跳动 孤军奋战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那么有人问了 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应对呢 大野猫认为不要路径依赖 打出组合拳 如何打出组合拳 咱举两个例子 仅仅是两个例子 就说明问题了 首先一个 中国政府可以通过立法 160天之内 要求所有在中国生产的 和销售的手机 笔记本电脑 平板 全部安装鸿蒙系统 否则就退出中国市场 并且被中国永久性制裁 如何永久性制裁呢 稀土 稀有金属不许卖了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针对台积电 不许给这些公司生产芯片 如果台积电 不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去做的话 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拿下台积电 那你大家想一想 如果要拿下台积电的话 应该怎么拿下呢 大家好好考虑一下 和平统一已经没有了 那下面是怎么办呢 这一点上非常重要 如果有了全球化 有了全球化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可以考虑 如果没有了全球化的话 那么首先是不是我们要考虑解决一下台湾问题了 这个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什么原因跟美帝国主义有直接的关系 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啊 另外全球的手机电子产品的生产线 不是一年两年可以组装完成的 而且当西方企业没了中国市场 没了稀土稀有金属 没了台积电 看他们怎么跟自己的投资者交代 你别忘了美国人的401K里 有这些公司大量的股票 看看对他自己的选民到时候该怎么交代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中国应该做什么 比如说中国不是想人民币国际化吗 人民币如何国际化最好的方式就是绑定资源啊 怎么绑定资源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抢夺美国的优质资产 美国的石油公司 美国的矿业公司在第三世界开了大量的矿场 这样一来就有意思了 我们可以与这些国家进行广泛合作 要求这些国家或者给予好处 使得这些国家对美国的资产进行国有化 如果这些国家害怕美国报复的话 那么我们就给予这些国家支持 同时在那里驻军 然后我们就形成了一种闭环 矿业实现了国有化 国有化得到中国支持和驻军的保护 然后这些矿产由人民币来绑定 最后由人民币结算来销售 这样一点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合法 合理的抢夺美国的优质资产 美国怎么做 我们也同样怎么做 是美国交给我们的 总之我们不应该让字节跳动 孤军奋战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